好,感谢各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课堂 这个本直播课的目的呢,再次重申一遍 不是说教你学会太多的东西 是主要是给我们的新生 刚刚报名的新生 一些前期的一些预习和指导 这样的话呢,你在进入到正式课程的时候 就会非常容易 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预科课程吧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刚刚在刚刚那个班呢 云计算班是60多个人 然后在4月9号的班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 是那个20个人现在站坐的 笔记,完整版的 好,这边没有完整版的笔记给到大家 这个笔记呢是在这儿,看到吗 在阳哥520这个头条号 这个今日头条,头条号上面 我所有的笔记在这上面啊 大家去去拿一下 你去关注一下就可以 阳哥520头条号 今日头条 看到了吗 各位 讲课视频呢 讲课视频刚才 刚才你来了吗 刚才不是扫码吗 没扫是吧 这个码你没有扫是吧 对呀,扫了你就看一遍就明白了 扫了以后你就看一遍吧 你把整个把我的那个预期指南看一遍 你就应该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OK 那是完整视频啊 至于这个我刚才讲了 我这个入门的这个课程 各位这个课程呢 大家还真不要把它传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课程讲的比较浅 它基本上是我们正式课程的 可能五分之三 最多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左右 所以讲的比较浅 目的呢 不是说让你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得到特别高升的技术 而是让你有一个预科的环节 有一个真正的前期进入的环节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在真正学习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容易 我们不像大学 就是那个进度那么慢 我们是相对的说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前期 你就跟着杨哥 把这个预期的过程走好的话呢 那你后期一定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那个 我给大家的刚才的那个二维码上面 有好多同学分享了 他们之前是怎么预习的一些经验 OK 来 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是用户管理 首先 这个用户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创建用户 当然除了用户以外呢 还有一种叫做用户组的概念 那各位 可能在我们刚刚接触Linux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就是在Linux里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用户 对吧 有一些用户呢 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有一些用户呢 可能是系统呢 提前就已经预先准备好的 那么这些用户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有他们 另外除了用户以外 我们看到还有一种 概念叫做什么 叫组 当然组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实体 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 大家可能看到 这个小框框 把一堆人 圈到了一个范围当中 然后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比如叫做某某组 然后又把另一堆人呢 圈到了一个框框当中 又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又叫做一个组 比方说这个是市场部的 这个是什么 销售部的 哎 不错 这是一个意思 还有了财务部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当中这个小 小小小人呢 他同时好像 属于两个组 这个也很正常啊 对不对 同时属于两个组 因为在这个 Linux世界当中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 人类世界当中 一个人是可以同时 属于多个公司的 也是可以属于多个家庭的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 当然这个很简单 如果说 你属于A公司 A家庭吧 那你能够从你家庭里面 拿到给你家庭的一些东西 就是从你的家庭里面 继承 你想要的一些东西 另外呢 如果说你同时属于你的 你媳妇那个家庭呢 那你媳妇家庭呢 如果说有什么 好的一些东西 分配给某一个成员 那你也可以得到继承 这也是一样的 那除此以外 大家看到 在Linux里面 还有一个最牛叉的人 叫Superuser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 这是我们的超级用户 root用户 好 那个后面的同学 可以陆陆续的加入 我今天在群里面 发了一个消息说 这个不陪 星期天不陪女朋友了 就就看阳哥视频啊 这个可能有同学可能看见了 另外呢 这个 什么窗口 这什么玩意儿 不选窗口不行啊 破软件 好 那我刚当时发了个什么东西呢 各位啊 我当时发了一个 对 就在群里发了一个 就是没有女朋友的话呢 就看阳哥视频 但是他们来讲的话呢 那些学生来讲的话 他们只能看这儿的视频 就是 在512CTO上面 我这边倒不是给512CTO做广告 是因为我的有一门视频的是 我有几个视频是上传到512CTO的 然后里面有个Linux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的视频呢 是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第二名 前面这个是位置位 这个是跟他签约的 其实他已经干不过我了 这个第二名 看到这儿吗 他的这个校的学习量是 三五四四五个人学习 大家如果往下再翻一点点 发现 就是你们现在 我送给你们那个基础视频 我在512CTO上是白十九块钱的 注意到了吗 你们是免费得到了 这个学习量多少 自己看啊 154626人学习 就是 基本上我 我上午算了一下 五个月时间 五个月时间 每个月三万的 这样一个点击 学习量 15万人学习 我我跟他们讲 我我跟512CTO的 好多那个群里面讲 我说 没有女朋友的话 就看阳哥视频吧 然后他们说 这样的话会挨打 那看来是有女朋友呗 但很多人是可能是没有的啊 好 OK 那咱们不说那个 就是回到我们这边的课程来 那首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用户 用户是拿来干什么的 大家回答一下 看 这里特别是有这个 有这个 能打字的同学 用户是 为什么要有用户 直接整个2 大家都不知道 太好了 好 特别是后来的同学 我再强调一遍啊 我这个视频的 讲的这个度啊 深度呢 和宽度 是真真正教学的 大概是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 这个视频的 这个课程的目的 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前期 有一个预习 没有别的意思 不会让讲得那么深 所以好多笔记 大家可能发现 我并没有讲到 那也正常 那这里首先 为什么要有用户组 我先说一下 大家看看 找一个画图 这 画图去哪了 正找的时候 又找不着 哇呀 对 附件里面 那这里呢 那刚才这个问题 你们都说不知道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觉得 在Linux里面 是用户 访问的文件 去访问文件 还是 进程访问文件 能听到我说的意思吗 是用户访问文件 还是进程访问文件 进程是吧 有人说用户访问文件 进程访问文件 后来同学 你已经这个 报了4月9号的班 那你为什么没有预期呢 视频应该给到你了吧 你都打个用户 这不合适吧 报了我的班 一定要打算7月份过去 我告诉你 天津 陈建大学的那个 陈正东同学 可能在咱们区里面 现在啊 他学到非常好 而且 他还提前 就是预期的 好几个月时间啊 这个预期一定非常关键 你 我刚刚讲过 这个 毕业以后 可能是7000到 12000 那你愿意挣这个7000的话 那就是7000了 你要是好好的预期呢 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会有深度 你自然的就会更高一些 这是一定会付出多少 是会成正比的 这个得到的 所以你你现在就 你4月9号的话 你赶紧预期 OK 拿了一套视频赶紧预期 好 那到底是用户访问文件 还是进的访问文件呢 听我刚才那个口气 肯定是 肯定是这个进程 好 各位看一下 在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左侧 也就这个位置 是一些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比方说可以起个名字 叫做 file1.tst 这个我加了个tst啊 完全是尊重 尊重这个 大家的习惯 其实在linux里面 我们 是没有文件的扩展名 这种这种概念的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些用户 我们来一个大用户 这个用户是root 还有了一些 小小的用户 这些用户 甚至还有了 这些用户 这个用户呢 是 比如叫做杨哥 旁边吧 放不下 放不进去了 这个用户呢 是 杨哥 或者别的用户 还得死吧 有同学说 这个用户访问文件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但凡是有过 一点开发经验的同学呢 或者知道开发的话呢 就知道 我们肯定是进程 通过相应的 IO调用啊 这样的方式 通过一些函数 去对文件进行操作 这些进程 比如说 哪个进程呢 最简单的讲 看啊 我用这个 来代替这个进程吧 画画这个东西 这是进程 OK 大家 比如说 大家先想一下 现在呢 我现在 各位 我现在是全屏啊 大家 我这边不是全屏吗 各位 都看不见 我画的整个 是吧 是不是我分辨率太高了 现在呢 我其实一直是全屏的 然后我现在往这边拽了一点 看看 现在能看见吗 好 我往这边拽了一点 其实其实我一直是全屏的 好 大家看到 这边 大家先想一下 你去访问 访问一个网站 访问一个这个网站 比如说新浪吧 然后你访问网站的时候呢 肯定是网站服务 网站 网站的那个服务器 为你提供的服务 那么这里呢 网站服务器呢 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访问一个新浪的网站服务 就是一个web服务吧 它通常会有什么提供呢 比如说我这边写一下 由usr下的这个sbin下的ngx ngx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先简单的说一下 它是一个我们叫web server 就是网站服务器 就是能够提供网页服务的 咱们现在访问的那些个 那些网站 无论是手机访问的 还是电脑访问的 都是由 访问的代码了 肯定是由开发人员开发的 那可能什么是代码呢 可能这就是那个代码 这个 这就是那个代码 好 这就是那个代码 这个代码了 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图片 比如说叫漂亮妹妹点 gpg这样一个图片 好 大家想象一下当你去访问 当我们一个我们去访问 我们当然是通过什么访问的呢 通过我们作为一个客户端来讲的话 我们是通过浏览器来访问的 比如我们这边找一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是什么浏览器呢 这是作为我们的客户端这边 我们是通过一个叫IE浏览器 代表长远IE 这当然这边全是一个客户端行为 我是一个clean的客户端 我呢去访问什么呢 我在客户端输了一个网址 网址呢 然后呢去访问到了 访问到了新浪的 什么狗屁颜色这是 红不红 纸不纸的 好 我去访问到了这个 新浪的这个服务器 我访问的这边到底怎么访问的 这个大家先不用管 就是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要干嘛呢 我要去get一个 漂亮美媒.gbt的图片 好 稍微整 我要去get get一个叫 什么输入 关不掉 好 这是我这边 作为一个客户端 我向想要的请求 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 就是我 你先眼睛闭的想一下也行 就是你现在呢 去访问新浪的网站 然后呢 你要去下载一个访问他的图片 访问他的某一个图片 或者点他的某一个图片 这是你要想做的事情 那这个图片到底在哪呢 各位 是不是在他的服务器上面 在他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对不对 这能听懂吗 各位 就是当我们现在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访问他的一个网页 访问他的图片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客户端 我Clean的 我通过什么呢 通过IE 浏览器 去访问 新浪的 他的web server 这能听懂吗 各位 我去访问新浪的服务器 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要那个图片 对 各位请求sever 我这边说的俗一点 因为今天毕竟不是正式在讲那个网站课程 所以我们说的俗一点 我要请求那个sever 我说我要那个网站 我要网页 你给我弄一个 那各位 你请求的时候 请求的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进程吧 是不是他的一个进程 哪个进程呢 来负责提供web server的这个进程 有很多 在这里呢 比较典型的是NGX NGX是什么货色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眼 百度上搜索一下NGX 各位 看到了吗 NGX呢 它说是一个网站服务器 高性能的 ITDP 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它能够对外提供网站服务 可以这么讲吧 在整个互联网上 有太多的网站 对外提供服务呢 是NGX 那么这个右侧是什么呢 右侧这一堆货 这是什么东西 各位 右侧这一堆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开发人员 开发的代码 甚至是有些是我们用户上传的图片 各位 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在右侧这块 可能是我们的代码 代码当然是谁开发的 是我们的开发人员 我们的专业数据叫RD 开发人员 他们开发的代码 还有呢 可能就是有一些用户上传的一些 比如说例如 或者说例如图片 这个一点积点表示比如例如的意思 好 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 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 那它其实就是一堆的 一堆的文件 看一堆的文件 就是在你的左边 在你的右边一堆的文件 那当一个用户呢 去当我们客户端 去请求一个网站服务器的时候 就NJX这个服务的时候 NJX 你问NJX你说 NJX兄弟 你给我 我要那个文件 那么NJX会怎么做呢 大家能想到怎么做呢 它会去干嘛 它是不是会去 从我们的 这些文件存在哪呢 这些代码和文件存在哪的地方呢 各位 是不是存在这个服务器的 存在这个服务器的硬盘上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NJX呢 它会去从硬盘上面 去拿到相应的图片 它会去拿到相应图片 这个时候就是去 它会从硬盘上去读到相应图片 读完以后给谁呢 给我们的用户 这个过程呢 当然不是今天重点要说到的 好 我之所以这么讲 我就是想告诉你 谁在访问文件 谁在访问文件 还记得我一开始回答的 开始问你们的问题吗 谁在访问文件 是用户呢 还是进程 现在各位回答一下看 每个人 敲一下的原因呢 一是促进 促进一下你的这个 促进一下你的这个记忆 第二呢 不要自己睡着了 特别是这种网络课 连人都看不见 你只听到声音 一会就 就听睡着了 对啊 进程防文件 各位搞清楚了吗 刚说那些文件是谁 是哪来的 这个文件是不是 有一些可能是代码 是开发人员开发的 有一些呢 可能是我们用户上传的 反正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对网站服务器 也就是web server 来讲的话 那无非就是一堆 放在瓷牌上的文件 你谁要 我就给你给你去拿 比方说A用户说 我要图片 我要漂亮美眉这个图片 B用户说呢 我要那个另外一张图片 C用户说 我要另外一个网页 那这些呢 我们的NGX都要去干嘛 都要去这个 是不是访问这个文件 好各位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各位看一下 他现在去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是读这个文件呢 还是写这个文件呢 对我们已经很 给大家都证证证证实了一点啊 就是进程访问文件 这个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准抵赖啊 进程访问文件 没有错 那么现在照这个推算 我这个进程是读这个文件呢 还是写这个文件 这个意思能听懂吗 看吧 这特特特清晰看到吗 那今天讲过 我从来没这么讲过啊 我以前都不是这么讲的 我今天换了一个方法 大家发现网站服务器的这个 这个机制都慢慢的就能理解一点 虽然说今天是第三四节 是第四五节课 我猜 好对它是读这个文件 那读了我们叫做 对它要读这个文件 那就读吧 读 读了 当然这个专用数也叫锐的 对吧 AEAD 我们一般简称为R就行了 对 R 写的话就是什么 读就是那个 读 麻的 不能说脏话 对 读就是R 写就是W 现在我们的这个进程 他只是想把这个文件 从磁盘上 拿走 拿过去 所以他只要读就可以 那要是我问一个问题 要是他没有权限读呢 要是他没有权限读这个文件呢 那你说用户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反馈啊 你先想一下 你跟新浪服务器说 新浪服务器 你去帮我去把那个漂亮美名 那个普遍给我 然后 新浪服务器说 好 兄弟我帮你去拿 最后一拿 没有权限 我好惨 这个时候有反过一个错误 没错 有同学说反过一个错误的代码 正常的话呢 正常的话呢 这个网站服务器给用户说 兄弟我给你 然后他也会有一个正常的 代码 返回的代码啊 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 然后错误的话呢 总之 我们先不管是401 还是402 还是404 总之呢 就给用户的一种感觉是 可这玩意儿没戏 他妈太假了 这个东西拿不动 这个在我们看来的就是没有权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权限这个东西很重要 没有负予你权 那你碰不了啊 比如说那个女孩很漂亮 但是没有负予你相应的权限 你既不能读 你也不能写 对不对 这能听懂吗 生活当中的 对啊 这女儿非常漂亮 你没有权限读 那你就读不了 你没有权限写呢 你也写不了 所以我就报错嘛 是不是 OK 那 进程他能够读这个文件吗 但是我们明明是这样的呀 各位 明明我们在一会儿 付权限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负的 你看啊 比如说我这边写一下 写这个是下面这个啊 这漂亮妹妹这个图片啊 我们允许的是谁呢 允许的是 比如说一个叫做 允许的一个叫叫3W的用户 这样一个用户 就是写个用户吧 用户谁呢 3W用户是可以读的 然后比如说其他用户都没有权限 我们就这么设置的一个权限 权限这个东西在哪设置呢 肯定是在文件上设置 就是在那个女孩身上设置 说谁可以碰我 谁不能碰我 他这边设置 但是呢 这里呢 那听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 我这个文件 漂亮妹妹点GPC这个图片 是在我这个新浪的服务器的电脑上面 这台服务器的硬盘上面 然后呢 我的这个当一个用户来访问这个 ngx这个网站服务器的时候 这个网站服务器呢 会去读这个文件 那各位照这么看他能读吗 他能拿到这个文件吗 照我现在这个做法 你看我这个漂亮妹妹点GPC 是允许谁读啊 只是允许一个叫做3W用户读 那请告诉我 ngx用户能不能读呢 各位发挥一下你们想象呢 ngx这个进程会不 能不能读到这个文件 没关系 没关系 思考嘛 这东西就是在思考 学啥东西如果太太过于那个 不思考也不好 好 你告诉 那大家告诉我一下 你们觉得ngx能不能读到这个文件 就能不能完成 用户说我要 ngx说好我给你找 他能拿到吗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 只有一个叫做3W用户可以碰我 他说不能 还有不 还有不同答案吗 这位同学叫什么 看不清楚这个 李明 瞎 光 不知道啊 叫什么 还有同学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能不能有没有说 能个读的 能 张俊明 张俊明 他张俊明啊 他是能 这个其实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 两个答案都是不对的 不要脸的啊 李明霞光 哇 这 真好 太文艺范儿了 这个啊 大家如果看我们的那个 看我们看我刚才发的你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二维码里面有 旧成烟雨 然后有 那什么 这一期反正也是很很很很文艺的啊 行为啥不能啊 哎 发了啥没有二维码 刚那个二维码扫了吗 李明霞光同学 扫了二维码了吗 好吧 一会儿再说 那你先看这个 呃 到底冷不冷了 试看 试看什么 好 我现在先问再问一个问题啊 大家猜一下就知道了啊 你看 一把普通的刀 一把普通的刀很普通 然后呢 普通老百姓拿着这把刀去杀一个贪官 没有权限 因为贪官不是谁都可以杀的 因为刀也是把普通刀 但如果说 皇帝 拉着这把刀去杀 那就不一样了 能没有吗 就看谁拿这把刀 我们的每一个进程啊 在运行的时候 其实进程呢 它一开始是一个程序 一开始是一个程序 就像这个 大家看到这边 根下的usrsp下的ngx 这个程序 它是一个程序 然后我们 我们 我们会 以某一个用户的身份 去运行它 那比如说 我们以什么身份呢 我们以这个 Alice身份去运行这个进程 好看一下这边啊 我们以Alice身份 像这样 我运行这个进程 我去run 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 进程 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时候 进程会有一个 有一个进程的 我们叫所有者 是谁呢 Alice 为什么是Alice 因为是Alice 运行这个进程 所以最后呢 是Alice 那它最后 能不能读这个文件呢 各位 看一下 它能不能读这个文件 这个进程 能不能读这个文件 这个进程的所有者 是谁 现在 这个进程的所有者 是不是Alice 因为Alice 在运行这个程序 这个他他不明白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东西啊 这个windows里面 有一个任务管理器 这里面就是一堆的进程 对不对 你看 每一个进程 大家看到 是不是都有一个 他都以某一个用户的身份 在运行啊 有些是皇帝的身份运行 考管理员嘛 有些是其他用户 可能有些呢 甚至是一些 这些普通用户的身份运行 就是每一个进程呢 会一个特定的身份去运行 如果说 他是以Alice的身份 去运行这个程序 这个进程 他最后是肯定 读不了这个文件的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上面呢 设置的是只有谁能够访问呢 只有3W 用户可以访问 对 那如果 另外一个用户 我们看一下 我在那边画 再画一个用户啊 再画一个用户 颜色不对 颜色换个 别的傻吧 蓝傻吧 如果现在我们以另外一个用户 这个就是3W 看到吗 如果我们以他的身份 去运行这个进程 那这个时候呢 进程的所有者是谁呢 进程的所有者 就不是那个 刚才那个 哎 怎么 进程 多了个字 这个是谁呢 就是3W 那有同学问我说 那如果以root用户运行呢 一般情况下 Linux里面 不建议大家以root用户身份运行 root这个家伙呢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法律是他制定的 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对不对 所以 要以他的身份运行 那 那就是这个世界就 没有说他做不到的 好 现在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个进程 以Alice身份运行 那这个进程的所有者 是不是Alice 最后能访问这个文件吗 大家先再答一下看 能不能访问这个文件 如果以Alice身份运行 能不能访问这个文件 黎明侠邝同学 Alice能访问吗 我这个文件 职业于谁访问 看清楚 这是不是允许一个叫 3W用户读啊 对 那如果以3W用户身份运行呢 这个进程呢 它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呢 就想到我刚刚说的 是老百姓拿这把刀了 还是皇帝拿这把刀了 谁拿这把刀 刀是那把刀 但是谁拿 那能力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刀能不能杀死 那个贪官 取决于谁在拿这个刀 道理也是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进程 大家刚刚一开始回到我们 这个整个的话题上来 我说 到底是用户防务文件 还是进程防务文件呢 肯定是进程 因为进程了 因为用户是跟文件之间 不能说没有关系 至少是直接不能够牵连的 用户和文件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而进程呢 是通过L交用这些东西呢 去访问文件 到底这个进程 能不能访问这个文件 取决于什么 谁在运行这个进程 而我这里说的谁 那就是一个用户 所以 好多同学说老师 这个用户啊 我们以前老师也讲过 不就是创建吗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创建用户啊 你吃饱了撑着啊 你为什么要创建 你肯定有个目的对不对 那比如说 你要运行好几个进程 那可能呢 就希望这个进程 以某个身份运行 这个进程呢 以某个身份运行 因为最终这个进程 以哪个用户的身份去运行 将会决定他 以什么方式去访问哪个文件 权限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在哪设的呢 是在我们的文件上设置 而且呢 是明确的是设置 哪个用户可以读 哪个用户呢 可以写 他这种方式 当然同学说老师 如果这个漂亮妹妹这个文件 被同时允许这三个用户访问 这个文件 我说这个文件不是真人啊 真人的话乱套了 那不合适 如果被允许三个用访问 我们是不是设置三遍呢 答案是不用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呢 有一个组的概念 那么他仨圈到一起 这个组呢 叫什么组呢 比如叫做IT组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允许组IT 就可以了 这就是组 组呢没有什么值钱呢 组呢 它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逻辑的概念 就是可以 为了我们方便去 对一组用户 去赋予相同的权限 那我们就在 把它们放到一个组当中 然后对这些组设权限就可以 那么同样 如果不想要他有什么权限呢 只要把它从这个组当中 踢出去就可以了 这能听懂吗各位 好全面都有看看大概大概啊 没有说我说了这今儿讲课只是为了粗糙的讲一下 也是因为见不到人看不到人哈 好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我刚刚说的意思 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开始创建用户 有人说创建用户那用讲吗 一条命令两条命令搞定的 不就是一条命令创建一条命令设个密码吗 没有什么要讲的根本就 问题是你得知道用户在你的世界里面是干什么的 OK 你看 每一个文件 上面呢我们都可以设置权限 权限是对什么设置的呢 对文件这个没有错 权限是对文件设置的 我们可以设置权限 就是让某些用户可以访问哪个文件 以何种方式访问 但是呢真正访问文件的是谁呢 是进程 但是呢进程会以某个身份运行 这个就决定了什么 该进程 能以何种方式访问文件 好了 现在我们再次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来看啊 当一个客户端 你大家想象一下 你现在闭了眼睛 当你打开浏览器 你去访问新浪的那个网站服务器 它的网站服务器是谁提供的呢 NGX提供的 而NGX是哪个用户身份运行呢 好我们假如说就是以3W的身份运行 你去访问一个叫漂亮美眉 你就请求一个漂亮美眉的图片 这个时候新浪的服务器 会从它的硬盘上去读这个文件 那它到底能不能读 我们看到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这个NGX这个进程 运行的所有者是什么 3W 而我们文件上呢 又赋予了3W用户可以读 所以答案就是最后是 给用户一个正确的返回 用户说兄弟给你 你要的东西给你找到了 拿去吧 对不对 好这个明白了吗各位 那现在如果说有人问你说 为什么要有用户啊 用户来干嘛的 你说你该怎么回答呀 都在吗 可能你回答起来有点困难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总结 我刚刚说这句话 好 杨哥给你总结了 我 来吧 看啊 各位现在把这几句话读一下 原来原来是中英文 我跟他匹配了一个中文呢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用户读一下 你就应该是大概就知道了 还给你们一分钟 自己读一下这几句话 先别读英文了 先看中文 好 你们看了吗 第一个 系统上的每一个进程 都会以某个身份运行 这是第一步 第二呢 每一个文件 每一个文件呢 在windows里面也是一样 每一个文件 谁一般情况下是 谁创造了他 谁就是他的主人 也就是他我们叫所有者 还有一个就是 每一个这个 我们去访问文件和目录的时候 就是访问文件和文件夹的时候 是受用户的限制 就是他上面会设置权限嘛 最后一个是什么 进程能够访问哪个文件 是 什么呢 是和他关联的那个用户决定的 这是谁运营他 然后 这个用户 他就会以这个用户的身份 去访问这个文件 所以是由他决定的 好了 大家 说了这么多 就是告诉你 这里有用户 这里有用户 每一个文件有所有者 所以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不能没有爸 没有爸妈嘛 对不对 他有个所有者 那这就是个用户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个进程呢 他也应该有一个所有者 那也是用户 所以我们需要创建用户 有这个世界上需要用户这种这种这种家伙的 那比如说各位看一下 我们想查看当前用户 当前登陆的用户信息 这个时候呢 可以敲一个叫ID的秘密 说到这儿呢 给大家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什么呢 叫做X Manager 叫X Manager 看到吗 X Manager 你可以搜一下X Manager就可以 当然你要是没有X Manager也行 你就去百度上下一个这个东西小玩意儿就可以了 叫X Shell 比较小X Shell 当然前期可以用一下 后期呢我们就要扩展一下 X Shell怎么搜索 随便搜 X Shell 看到吗 很小是吧 下来装上 装上以后呢 这个时候 首先打开你的电脑 好 打开 终端 看一下 你这个机器的什么 我们敲一条比较简单的命令 叫IP 空格A A呢是ATD E RSS Address 然后大家可以减写为IP 空格A IP空格A 回车以后呢 大家会发现 有一个网卡 上面有一个IP地址 然后 因为我们以后对服务器的管理呢 都不是像这样本地管理 而是从远程的方式连接过来管理 效果是一样的 啊 那我们看到 这个IP呢是 我现在这个机器的IP啊 是192.168.106.130 所以呢我这边只要装上了这个 X Shell 然后就可以通过X Shell 看到吗 方式 然后在上面输入什么 192.168.168.130 然后回车 不对吗输的 192.168.106 走 192.168.106.130 回车 然后接受保存 输入用户名叫什么呢 叫root 密码呢 这个是你当初设置的那个 好了 各位看到这边连上来了 当然有同学说 可能你们开始连的时候呢 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可以在这边去调一下 看 我选的是这个新白色的这个位置 然后字体大小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看 这边可以调到20号或者更大 上面也可以隐藏 看查看有一个隐藏 简单 out加s 这些筷子键啊 好 这样的话呢 就给你坐在电脑跟前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要远程连接 谁也不会去机房 而都是远程管理远的操作 所以只要去下一个什么呢 要一个插 shel就可以来连接 好 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命令 叫什么 叫ID 查看当前登录用户的信息 这个命令呢叫什么 叫做ID 看一下 ID回车 我们能看到大概前面这些信息 后面我们先不用关注 当前登录的用户是root 大家发现一个事情什么呢 这个用户呢 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用户啊 在Linux里面 每一个用户 在Linux里面有一个叫做UID的东西 叫UID叫用户标识 这个跟人一样 大家知道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比如叫杨 杨哥 杨生 然后我的身份证是51082419 什么82 什么什么 然后然后这是我身份证 然后在Linux里面呢 也是一样 每个用户像root 它的UID呢是0 就是我们 在我们一般我们叫可能叫的是 扬声 然后呢 但实际上呢 比如说这个警察要检查我的身份证的时候呢 他可能关注的是这个身份证的编号 同样呢 root用户是用户名 这个0呢 是他在这个系统当中的一个标识 当然是唯一的 一般情况是唯一的 这个叫UID 当然你看我了 作为我来讲的话呢 我 作为杨哥我来讲的话 我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家庭 我属于两个家庭 属于哪两个家庭呢 一个是我自己的家 这就是我们Linux里面叫做组的概念啊 另外呢 我看还属于我这个我老婆的家 这也是一个组的概念 当然两个组 看到吗 所以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用户 每一个Linux的用户呢 他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ID 大家看到这个用户 root用户 他的UID是0 一般呢是0的这种家户呢 那权力是最大的0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用户呢 他还属于一个 这个UID叫什么呢 刚刚叫UID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叫用户的标识 对吧 那么这是对用户的标识 那GID是什么呢 叫做组的一个标识 嗯 就是每个用户有一个标识 每一个组有一个标识 你看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 我的标识是什么呢 我的标识是我的身份证号码 这是我的UID 但是我同时还有什么 还属于两个组 每个组有自己的什么 我们叫GID group ID 用户有用户的标识 组呢也有组的标识 在这里大家可能注意到 这里有两个组 看到吗 是不是两个组 一个组叫什么组呢 一个组叫做主组 一个组叫附加组 好 我问一个大家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各位 全面都看一下 你觉得 前面这个是主组的意思啊 这个用户属于哪一个主要的组 这个用户呢 这后面是他属于的所有组 包括他的主组附加组 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杨哥我来讲的话 我的UID是多少呢 UID是不是我自己的标识 是多少 怎么听着听着跑了呢 这帮人 UID多少 各位 听一下吗各位 对510 51024 对吧 那我的主组是哪个组呢 我的主组是哪个组 主要的组是哪个组 对自己家 那我还属于 附加组是哪个组呢 下面那个是吧 好 问一个问题 这个 一个人 一个 这个主组啊 我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主组是必须要有的 就每一个人他不可能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吧 这主组是一定什么 主组是必须的有一个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主组 就哪怕他这一辈子不结婚 他什么主组是有一个 在他们家嘛 但附加组呢 这我们讲啊 主组这个东西啊 主要属于的组织是有 且什么 只有一个 而附加组 是什么呢 可以有多个 什么叫可以有多个 那比如说 这一辈子没有 我们没有 你谁没有结婚 那他是不是就只属于他自己那个家呀 他如果结了婚呢 他是不是就属于额外一个福家族 那如果他将来又结婚的呢 就像有些人 在外面有好几个人 那他就可以属于多个福家族 当然也可以没有 对啊 多个老婆 就多个福家族 这个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续尼尼克子 他跟人 人类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 每一个用户有一个 别那么讲啊 犯法 犯法 犯法吗 你有钱你犯法吗 这个东西 又不用 又不用 我也不是说拿结婚证 犯什么法 对不对 这不是大家所渴望的吗 这你看啊 和这个人类社会是一样的 每一个用户有一个UID 自己的标识嘛 人的标识 UID 用户标识 这每一个用户呢 他还有还有什么 他还他必须有一个主组 这个主组的人也是一样 这个人 每一个人 不可能是从十字缝里面蹦出来的 所以他一定会输一个主组 但是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 但附加组呢 嗯 可以有多个 一辈子米结婚 就没有附加组 他结了多次婚呢 或者是结了婚以后 那啥 那啥 那就有多个附加组 能听懂吗 各位 每一个组 用户的ID 叫UID 每个组的ID叫什么 叫GID 都有标识 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呢 在我们看来 我们看到的是用户名 组名 但是在系统层面上 他看到都是ID 而不是那个名字 但是这个我们不用特别关注这一点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然后UID 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UID 看到的这个UID是0 GID呢 是他的自己的家 就他的主组 然后 group是什么意思呢 加了个S 看到吗 这个S表示 他这个用户 当前属于的所有组 包括前面的主组 嗯 就是这样 然后紧接着 我们说每一个文件 你看啊 在Linux里面 每一个文件 每一个文件 他都有一个所有者 这文件是谁创建的 一般情况下 他的所有者是谁 每一个文件 会有一个所有者 这个是用户啊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每一个进程 这个命令呢 我们暂时只是先借给大家用一下啊 你看刚刚讲 每一个进程 PS IUX 然后管道一下 Lets 就是分页显示一下啊 看 这边呢 这边呢 每一个进程 大家可以认为 主要的有两类网站服务器 就是新浪量的网站服务器 一类是什么呢 是这个 一类是 NGX 一类是Apaq 这个我们装了个Apaq 然后紧接着呢 按照笔记的作风呢 就把这个进程起来了 我就是想看看 这个进程 它是以哪个身份运行的 大家看到红色这一段了吗 它是一个叫Apaq 的用户身份运行的 所以说 得有用户 另外 在Linux系统当中 有三个 有三个 比较重要的文件 一个是根下的EDC Password 一个是根下EDC Shadow 我们来Low in 用VI打开EDC的Password 这里面你看到了吗 一行一行的 这一行 这里面就是用户的一些信息 包括用户的名字 这边有解释 还有一个是 密码的站位符 X位置 密码站位符 就是这里不是密码了 早期这儿的密码 还有用户的什么 UID 用户的主组的GID 就用户属于 它的自己的那个主组 然后用户的描述 用户的加 每个用户自己加 每个用户自己加 用户的Shell 这是用户的 用户的这个信息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EDCR的Shadow文件 这个是用户的名字 用户的加密的密码 看到吗 这些东西 好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组文件 这个组里面呢 就是 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 上面这个root 是用户名 而这个root 是什么 是组的名字 组的名字 后面呢 这个组当中 暂时没有什么成员 这个最后一个是组的成员 没有 这三个文件呢 我们也不求大家 现在看到全懂 就是大家能够 什么 能够 大概知道 这个是password 是保存用户信息的 这个shadow呢 是保存密码信息 还有这个group呢 是组的信息 就是这个组的一些相关信息 包括这个组当中 现行有哪些成员 另外我们认识一个老 认识一个特别牛叉的人 叫做root 这个人呢 是老大嘛 就跟我们图片一样 你看 这个人长得好魁梧 是不是 叫super super user 他长得比别人肥 所以他是老大 root 这个家伙是什么角色呢 好 之前不是跳过了 是因为我们现在不会讲到他 然后 UID是0 他有all power 就是所有的权利 他的权限 能够覆盖系统上的权限 他能够对软件进行安装删除 而且大多数设备呢 也是由谁呢 有root用户控制的 所以这个是呢 老大 这个root呢是绝对的老大 各位看到了吗 好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没有讲半个创建用户的命令 然后已经吓跑了好几个同学 太可怕了 这个看来下次不能这么讲 下次讲的再简单一点 上来就是说 来咱们建创建用户吧 一顿创建就完了 到了有时候说 为啥创建用户 不管 就这么讲 然后创建用户的方法呢 我们大概看一眼 露一眼 创建组呢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叫group add 后面加一个组的名字 你可以创建多个组 当当当当当 当然这个组都是空的 那么创建组的时候呢 甚至是可以给这个组指定它的 gid 就是人工指定 你要不指定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往后延伸 这是创建组 你看 露一眼看 group addhr 好 这就是这个组存在了 抱歉 group add 然后比如说 it这个组 group 打错了 id it it这样写的 group add 财务部这个组 这只是组 当然这个组当中没有成员 这个组呢 现在在哪呢 在edc下的group这个位置 往下看 到最后一行 shave加g 我们看到这个组呢 这几个组都有了 但后面并没有任何一个成员 看到吗 没有任何一个成员 没有 现在 创建用户怎么创建 非常简单 user add 后面加上什么 用户名就可以了 像这样看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用户 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然后user add 然后user 01 这个又存在了 然后紧接着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用户的信息 id 如果id命令 后面不加用户名 看到是自己的信息 如果加用户名呢 看到是这个用户的信息 看到吗 这是这个用户的uid 1002 这个用户现在呢 他属于的主组 他自己的那个组 是1006 这个组的名字叫什么 叫user 01 但很奇怪的是发现什么 这个组的名字 和用户的名字是什么 是一样的 当然尽管名字一样 但是概念不一样 前面那个叫用户 后面那个叫组 那他这个组是哪来的呢 是系统帮他创建的 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 每一个用户都必须要属于一个主组 这个组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说系统给他创建了一个组 作为他的主组 另外当前这个用户 由于还没有结婚 所以他不属于 他目前只属于他的所有组的这个关系当中 只有他自己这个家庭 并没有其他人 好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用户 加到某一个组当中去 嗯 加过去 怎么加呢 看好了 叫gpassword-a添加的意思 添加什么呢 添加哪个用户呢 添加user 01这个用户 到it组里面去 看到吗 gpassword-a a表示add添加 如果换成d呢 就是删除的意思 添加用户user01到组it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user01 大家发现有点不一样了 他的uid没有变 用户名也没有变 他的主组呢 还是那个user01 没有没有变 但是我们看到他所有的组当中 除了他的主组以外 他还有一个叫it的组 另外怎么给用户设密码呢 password 看到吗 后面加上用户名 user01 紧接着回车以后 出密码 表示说1 1 好 这样的话呢 密码是不显示的 就输了一个1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再来远程登陆 像这样 远程的 然后 输入这个多少呢 192.168.106.130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使用刚才这个用户叫user01 这个用户 密码是1 大家发现 也登上来了 只不过这是一个什么用户呢 这是一个普通用户 是一个非常 普通的用户 就是dollar 对不对 所以给一个用户创建这个命令 异常简单 把一个用户加到组里面去呢 也非常简单 另外呢 给用户设密码了 那也更加简单 所以对用户的操作其实非常少 大家可以呢 到时候看一下这个笔记里面的内容 对用户的操作 其实无非就是 怎么去创建一个用户 以及呢 怎么把用户加到组里面去 还有呢 怎么给这个用户设密码 这基本上是就是用户管理的 基本上的那个80%内容 那还有少量内容呢 大家可以先观观察一下 所以大家可能发现这节课 我们更多的并没有放在 怎么去对用户进行创建 那删除用户呢 但也不要简单 就是怎么删除 userbl 然后叫user01 删除了 当然他告诉我不能删 因为有人在用 我先把这个关掉 然后再来删 删除了 对不对 删除以后再看这个用户的信息呢 没有了 如果我们再来连呢 192168点 106.130 我们说用户user01 密码是1 他我现在肯定没有出错啊 回车 连不上的 因为没有这个人 他始终包错 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用户名不对 还是密码不对 总之呢你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 是没有这个用户 OK 好了 今天这个我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笔记 就是这个笔记呢 是 是在我的这个 头条号上面 阳哥520 这个头条号上面 另外呢 刚才没有扫码的同学 把这个扫一下 OK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